歡迎收看由點新聞和維基TV聯合製作的 《世界事,別說不關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陳傑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鄭阿君 大家好,我是吳俊儀,大宇 對於我們這個年代的香港人來說 家裡的電器當時絕大部份都是日本製造的 所以很多牌子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例如說Sony、星寶、Touchuber 這些牌子好像跟我們同年的生活 我們同年的家居的需要是不可以分開的 在上星期我留意到一個挺熟悉的牌子 東芝,Touchuber 它宣佈在日本退市 有人說這個是不是一個這麼巨大的 日本製造的品牌 就叫做暗言退出歷史的舞台 有關東芝的介紹 大宇可不可以介紹給大家聽 有148年歷史的東芝珠色會社 在2023年12月20日 正值宣佈在日本退市 其實東芝曾經造就了多個日本第一 包括第一部電風扇、水輪發電機、雪櫃、洗衣機、 手提電腦等等 它的業務涉及家電、半導體、醫療器械 連核電力也有參與其中 絕對拍得住全盛時期的法國亞爾斯通 說起日本 我們都不得不承認 曾經也輝煌過 也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這個其實跟它的企業文化很有關係 我記得當時他生產汽車 當時日本的汽車是很差的 美國是全球第一的 日本生產汽車 它就是Benchmark 即是它是跟美國生產的汽車對標的 當時它去美國做參展的時候 它的汽車是開不了去會場的 途中都要收你幾次 它做手錶 大家知道日本的手錶 不是高檔的手錶 但是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Benchmark 瑞士的手錶 即是它希望它的工藝各方面 是跟這些當時的世界頂級的製造國家 是要對齊的 即是它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所以也都說是這樣的原因 造就了它這幾方面 譬如說電器 一些你說手錶 各方面 它都是一個叫做幾出名的一個生產國家 你說東芝就退市了 那麼無毒又咬得太平洋的比案 美國鋼鐵公司 也都是當時在美國最強盛的時候 它是供應了 基本美國你要生產的鋼鐵類的東西 都是由它去生產的 以一個白菜價 140多億美金 就將這個企業賣了給日本鋼鐵 那麼 也都是叫做逆手 也都是可能講一個大企業 歷史的見證客 又再次的向下滑落 那麼如果我說日本的東芝和美國的鋼鐵 那麼Dr. Raymond 你覺得兩者的 我説沒落 有沒有什麼共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呢 結果你說東芝和美國的鋼鐵呢 我反而覺得問題就未必是等於退市那樣東西 我不是看到退市的問題 我反而看到是看到一個挺恐怖的事情 怎麼這麼說呢 當年日本曾經80年代 你剛才也說了 家裡很多加力電器都不是東芝 NEC HITACHI 你説得出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牌子 但是其實當時在80年代 美國是有一段時間很怕日本的 那段時間是什麼呢 就是糟了 那些日本人原來做起了生意之後 就走到美國買地 當時很多美國的酒店 全部被日本人買光 那麼那時候有個說法就說 糟了 日本快要買光美國的地方了 這樣就很害怕的 直到大家還記得 1984年的廣場協議 那就是那一炮過美國,當然啦 當時깃的七大工業國 不是這麼說的 不是覺得日本實在太恐怖了 我們要弄好它 他沒有說這個C字的 而是他只是將日日梁 就由一美元對250 升到一美元上100元 你想想日本的出口應聲到地 本來很勁的全部死到直喝 satisfy 是那從那時候就開始 基本上30年日本大咬跳 其實想清楚一些 就是日本的東芝今天是退市 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大蕭條之後 他無論多大 無論多勤力 無論他做多少事 日本是他的靈子 美國真的要弄死他的話 他怎樣做都好 又不見美國幫他 結果都是死路的條 而更恐怖的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鋼鐵廠這次賣給日本 就令我更加想起二次大戰之前 其實曾幾何時日本是一個工業國家 不是做飯煲手錶和汽車的 而是做戰艦和飛機的 那時候他們是用很多鋼鐵的 美國現在做什麼呢 美國現在說的是 找韓國 找日本 去outsource他們的戰艦 當你的美國鋼鐵廠做不住賣給日本的時候 他給我的感覺就好像他上一陣子 將他的飛彈outsource給印度 現在就將鋼鐵outsource給日本 日本當然是賣掉了 在菲律賓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不是有蘇碧灣的 蘇碧灣海關基地 他走的時候他賣給誰呢 他賣給韓國公司的 他全部都是將他賣給他的 基本上他自己做不住 他就叫人做 然後就叫人接了他 他接了他那個人 其實都是他的人 所以我第一個反應 聽到的就不是 東芝搞不定退市那麼簡單 而是東芝搞不定了 是他做家品這些事情 做正常事情搞不定了 他退市 他做什麼呢 如果你不要用東芝一家公司來看 你用日本整個國家去看的話 他可能取而代之制 就是我不做家品 我不做家電 我做武器 我幫美國生產武器 美國要武器的話 你給我港鐵 你給我資源 我和你搞定 我給你一隻戰艦 這樣更恐怖 他開戰艦來 寫著NEC寫著Toshiba 他更害怕 那就是把危險倉就搬去日本了 是啊 那你一說起 就是東芝 如果你想看退市這件事 我亦都說 拜美國所賜 多於拜市場所賜 如果說日圓又二百二變一百一 就是說等於升值了百分之一百 那的確是對他的出口業務 是一個重創的 我知道美國對日本企業下毒手 東芝應該也是代表作 沒錯 其實這次東芝退市 或者東芝失敗的原因 最終歸咎於美國在70年代的一個制裁 在1987年 東芝就被揭發 向蘇聯 當時的蘇聯出口九族聯動 掃控機場 這個機場可以為蘇聯做核動力潛艇的螺旋掌 令核潛艇在深海 可以以一個比較靜的方式來前行 違反了當時巴統 即是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禁運命令 最終美國就有很多系列的制裁 再加上日本 日本政府也加上 進去制裁東芝的行列 跟大家說說當時東芝面對的甚麼問題 首先東芝當時被禁止了 跟外國的一些 跟美國的一些合作 以及出口去到東方集團的國家 這間公司的盈利自然跌了很多 接著在1987年5月 美國取消了一項 從東芝購買一個 導彈技術的協議 去到6月取消了150億日元的電腦合約 之後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時美國有三個共和黨議員 在國會大廈的外面 打爛了Toshiba的收音機 作為一個抗議 之後一系列的制裁就下來了 包括空軍取消了所有Toshiba有關的合約 以及禁止未來 剔除了他們的供應名單 然後日本方面也拘捕了兩名Toshiba高管 最終他們的董事長 佐波政一和社長 參一郎都要宣佈辭職 其實這個脈絡 大家看起來好像Toshiba做錯事 所以又被罰了 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大家把畫面 或者退後多兩步去看的時候 當時東芝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全儲芯片 它的全儲芯片的技術 以及售價 是先進過美國 亦都比美國便宜的 是威脅到美國龍頭的地位 所以在這件事爆發出來之後 就衍生了一系列的制裁 也使得全儲芯片的技術 不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賣不出 然後這個技術去了哪裡呢 跟剛才Dr. Raymond說的有點遲 就是外出的地道 美國自己也是不做的 就是去了韓國的三星 所以大家之後看到三星的崛起 其實很大程度是跟這件事相關的 如果大家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你回想起最近對中國的科技制裁 其實也很相近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國製造的全儲芯片 最近又有不少的突破 也都價格上有足夠的競爭力 之後就有一系列的 說要我們將一些公司 列入一個什麼實體清單 不准你和美國做生意 又不准其他國家和它做生意等等 其實都是類似的照版主碗去做 其實這也印證了一件事 我們中國在高科技發展上的技術 已經可以和美國和日本和韓國並駕齊區 這樣才會引來這系列的相關制裁 不過和日本不同的是 日本當時國內的消費市場 相對是人口少 但我們中國不同 我們中國人口很多 我們基本上只要提供我們內銷 因為基本上全球大部分的消費品 關於這些芯片或者傳儲芯片 的生意都在我們中國裏 所以美國這一招似乎就不太醜效了 反而造死了韓國 不過我是這樣看 這個東芝的歷史或者教訓 再次的引證做美國的盟友是自明的 無論你對他怎樣忠誠或者怎樣也好 當你是威脅了他的利益 甚至只是潛在的一個風險 他都會先發制人把你剷除 所以我們國家現在看起來 我們做的每一步路都是一個正確的 不過當然東芝也好 你說美國港鐵也好 他們的沒落有一定的歷史原因 但我覺得市場的原因 亦都是一個大家不可以忽略的 大家看看我們小時候 當時我們最重要的是日本製造 跟著我們的電腦很多是美國製造 我們當時用的第一代電腦 當時用的Apple機的年代 都是美國製造的 跟著日用品 衣服 衣服鞋子那些東西是哪裏呢 台灣製造 當時是絕小 我們中國大陸製造的東西 是很少的 可能學生那些會多些 穿校服 那時候戴巨牌 英武牌 天壇襲衣服 那類的東西是比較多 當時如果我們這個年紀 看回爸爸媽媽那時候 過羅湖橋 還要拿電器那些東西回去 歷史轉變了 現在你看我們家 我剛才說的所有東西 現在全部基本上 清一色中國製造 為什麼呢 除了那個性價比 製造的生產成本 各方面便宜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去跟得到那個市場的需求 作出一個調整 所以為什麼你說 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不是日本做 變成中國做 第一你便宜 第二 你那個叫做 做出來的東西 符合市場的需要 包括我們說手機 為什麼非洲 中國的手機 可以這麼賣 因為它符合 它那裏的需要 它那裏每一間電信公司 有不同的區域 可以接收到訊號 它就可以插四卡 插五卡 那為什麼iPhone 你沒有這種功能 所以你在那裏的競爭力 你便弱 我們會跟著市場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 亦都不可以忽略的 就是我們整個 綜合實力 是一個很大的提升 大家可能說 你剛才舉的例子 都是一些很低端的工業 我就說 我們的航天 講C919 日本三菱重工都有做 他們好像叫做MRJ的 一個支線飛機 也都是基本上 是外面的零件 拿來造裝 但是到今天 它都出不了 其實它比我們更早 已經去發展 比C919更早去發展 但是現在我們先出來 我可以說 我們的製造能力 與時並進 也都是不斷累積 可以說一些失敗的經驗 在這個基礎之上 不斷地發展出來 我們小時候 很多東西是香港製造的 大家記得嗎 紅A塑膠桶 當時用塑膠桶 大家想到就是 紅A 其實當時香港製造的東西 都是很出名的 Dr.你問你還有什麼 香港製造的牌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結果 香港牌子 想起多 多到我們講不完 那些什麼 李公民 加盾 甚至乎以前的暖水戶 駱駝牌 暖水戶 SMC電風扇 真是多到不得了 不過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感覺 就是 有以前六十七十八十年代 一直去 以前我們改品牌名 就是 可能你看到剛才那些駱駝牌 但是後來這一段時間 品牌名是很跟外國的 要擺什麼意大利名 或者聽起來好像法國名 但是隨著國力增長 現在我們覺得中國名沒有問題 以前的人看到中國名 覺得鳳凰牌單車 不知道怎樣 現在不是 現在開始 就是你有個市場 你有個很龐大的內需市場 你有市場有收入 你自然會改善 你改善了 那些人就會這麼簡單 你的東西可以的話 你的名字就是好名 不同以前 以前就是你的名字 已經令到你是內地 或者是不知道哪裡來的 然後就覺得你未必好得 某程度上就限制了市場 但是 今天的中國 真的跟其他 我們剛才說的 譬如日本 香港 台灣 都有很大的分別 市場是大到 你覺得行不行嗎 我做到你行 給你看 那一下 是令到西方國家 口水流了 你說 你以為他刮目相看嗎 他不抵得你 除了市場之外 其實還有下一步 就是你的市場足夠大 當你賺到錢的時候 你就可以投資回到自己的產品裡面 去做一些研發和技術的創新 就這樣說幾個例子 好像iPhone iPhone是美國的蘋果電腦研發出來 但是也引爆了一系列的 智能手機的浪潮 一開始我們國家也有自己的品牌 華為 到現在的OPPO VIVO等等 這一系列的品牌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 你在抄襲人 好像山寨基一樣 以前也是叫你山寨基 沒有自己的品牌 就算他叫了你 也是叫他山寨基 但是今次不同於往日 你看看華為每一年投入的研發資金 是多於很多不同的國家 不是公司 另一個例子就是電車行業 譬如現在Tesla 是行業的其中一個表表者 但是它的市場佔有率一直下跌 被誰追上去 就是我們的比亞迪 比亞迪一開始 大家都會覺得 哦 是深圳的的士牌子 但是你看看別人 就是因為有足夠的市場 然後他可以有資金 研發投資在他自己的產品 現在比亞迪全球的市場佔有率 已經超過了Tesla 而且它的刀片電池技術 也證明了比較安全的技術 所以這一個發展模式 因為市場足夠大 然後你又肯投資自己的產品 是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公司 是很難做得到的 大約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你說東芝今時今日 去到這個困境 我想相信我們的中國企業 我不是說我們日久不衰 但是我相信都很難會衰 其實一個原因是什麼 第一 第一 我們一開始 我們不會受到美國的壓力 而去改變我們的一個初心 我們建立這個企業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幾硬正 不需要靠你美國 開頭我可以用你的零部件 用你的芯片 當你不給我的時候 我就自力更新 自己做 第二 我是一個足夠大的市場 是確保了什麼 當沒有外需的時候 我們有個內需 繼續撐住 有足夠的資金流 去做我們的研發 確保我們可以在整個國際上 繼續去競爭 這個是中國製造 是一個很不同的 我最近 因為上一個夏天的時候 家裡的冷氣機就壞了 我就走去買 於是乎 我就去電器店 問一個銷售 當時我說 其實這幾個牌子 有什麼不同 或者哪一個比較好 你可不可以介紹我 他居然跟我說 你看到這十幾個牌子 其實背後都是三間內地工廠做的 他說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的生活 怎樣可以離開中國製造 可能品牌是日本的 但是製造基地是內地的 我這裡有個小插曲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讀書出來工作的時候 跟我們內地的一個合作公司 跟我們年紀相約的一個內地朋友 現在都不小 當時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羅湖橋 你們港澳同胞 是拿著電器回來 給你內地的親友 他說假以時日 我相信方向會調轉 他說港澳同胞回內地買電器 回來香港 當時我很多同事 都覺得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非常之快 非常之快 真的是三年的時間 我們第一批拿回來的電器 就是步步高的VCD機 這個是真的很快 第一它是有品牌的 第二它真的是 就是小家電 由內地開始 這樣調轉 這個發展是非常之快 就是剛才大宇你所說的 它的市場夠大 它可以 一出來的時候 可能有瑕疵 但是很快可以修正到 令到中國製造可以 押納不倒 在現在這個市場上 我想現在我們的生活 真是很難離開中國製造 而事實上 它現在中國製造 已經不再是以前我們所說的 一個低端的代名詞 現在你看到中國製造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高端 而且質量上 都是有保證的一個代名詞 所以現在我們說 我們的生活 基本上我們是離不開中國製造 這四個字 講到這裏 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 世界試 別說不關香港試 最近這個城骨 也就是透過 簡易想說 有感覺 是對 在這裏 第二次 情報 是 接 компании 那是 可能